無地主重 台中捷運目前僅一條綠線 讓民眾期盼已久的藍線 中央29號傍晚核定綜合計畫 台中市長盧秀燕對中央表達感謝 我要感謝陳建仁院長 以及鄭文塞副院長 我們知道現在開手內閣期間 那他們體現到這次選舉完 所產生的民意 願意有所作為 總經費超過1615億 其中中央分擔675億 再由地方自酬939億 如果順利10年過後 可玩工通車 藍線全長24.8公里 西起台中港 沿著台灣大道串連殺戮火車站 市政府台中火車站 東至台唐生態園區 規劃20座車站中 高架站8座 地下12座 還有一座機場 但眼下出現土地問題 其中13站18處採連開 7處土地的地主 卻沒參與意願 較知名的案例 就是中華冰市 這也是市政府車站 那麼在站體蓋起來之前 原本是中華冰市 為了捷運 賓市搬家搬到了台灣大道的對面 不過現在因為連開案 恐怕又會有變動 搬遷後 原處蓋起捷運站體 但現在台中市府 再度為了藍線連開案 希望他再搬回原處 與車站共構 不過賓市尚未同意 主一來做這個客服 也說服 讓他理解這個聯合開發 事實上是多盈 不只是這個地主 會得到更多的 未來開發的效益之外 政府也可以減少 相關的徵收費用 交通局解釋 不願參與連開的 七處土地之主 有的因為持分 地主兼意見喬不攏 有的還在評估 連開後效益 目前才優先說服地主 取代土地徵收意圖 賽地新聞王子宇李建英